秀林鄉公所开办的部落导览解说人才培训计划 课程主要针对部落各项文化产业 还有人文历史来做课程组成 丰富多元内容让学员们收获满满 而透过学习导览过程也提升整体部落的旅游发展 同时还可以引导原住民族社区来重视自己的文化 110年度秀林鄉部落导览解说人才培训课程 一个月的时间公所安排学员们 前往部落和各项历史文化产业 以及观光景点 让大家能够了解当地的部落特色 由于丰富的课程让学员们可以说是收获满满 想到那我也去了解一下我们部落的文化 所以我就参加了这堂课 然后就原来就是我们部落的历史文化那么多 然后原来我们这些部落的百年历史都是这样来的 都是从日治时代 然后就很好玩啊 就是在很多课堂上然后也认识了各种不同的文化 对然后就觉得这堂课真的吸收到很多 我以前不知道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堂课真的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对然后我也会知道 我该怎么去跟人家介绍我学到的东西 对然后要怎么去吸收 对 老人家教我很多这个以前传统的现场 那我自己也去从网路啊等等这方面去做这些东西 那今天我本身涉入了这一块 那看到公所有办这个活动 那我想说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再衍生出来去看看 比如说像今天支部的 还有那个从光部落的这个咖啡的产业等等 去了解我们整个乡里面 现在在文化的还有一些这个观光 农业各方面的这个经营的方式 那到底是怎么样 感谢这次虚文湘公所 帮你这个部落导览解说员这个课程 然后在这几天的课程下来让我学习到很多 如何跟客人如何跟观光客介绍自己部落的说话的能力 然后也看见了从光部落对于咖啡 对于带一声咖啡的那个产业带动部落 一起为部落打造一个新的产业 真的是学到很多 很感谢修文湘公所能够举办这样的课程 我希望是能够有进阶班 让我们能够再去学习这样的课程 下一次更精进的去学习 然后自己回去思考 然后回去想一想 自己要走什么样的方向 而且解说的课程也是在每一个餐 每一个餐点上面 可以多说一些我们的故事 德鲁古的故事 会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案例 或是很好的那可以让我们模仿的一些 不是模仿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学习 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有方向 真的谢谢湘公所给我们这个课程 谢谢 我没讲到重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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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个表现 这次安排的课程 除了部落导人解说之外 还有体验部落的美食和手工艺品 希望在未来的时候 进入部落解说能够丰富文化意涵 来带动部落的港湾产业 这个irlene 希望丰富文化的美食和手工艺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